所謂的製定函數 那製定函數實際上其實就是Function 那也就是說如果你證照考試的題目 你會發現像這個證照考試 它的第一類到第四類這個應該就是我們現在做的 那第五類的話是要考什麼 其實就是它叫做Function 不過它給的名稱叫函式 其實函式跟函數是同樣的東西 只是翻譯的問題 所以只是說第五類就是要你怎麼樣 把它這個程式不是函數的部分 你要懂得把它改成函數 OK 那怎麼改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要講的重點 那改的方式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比如說我剛剛程式已經寫完了 我們寫完的在這裡精簡的版本 跟不是精簡的版本 其實兩個部分你可以比對一下 差別就是說原來是有個Reloud的一個變數 然後透過Reloud的去做邏輯判斷 再去做輸出 這樣寫沒有問題 OK 如果你功率不是到那裡的話 或者你實在想不出來 沒關係 你寫這樣子也OK 但如果將來可以的話 你可以讓程式寫得更加的順暢的話 可能就是多這個Break 跟多一個Else 你會發現哇 程式少很多 但是如果我一直強調 程式剛開始先求有 再求好 然後再求更精進 然後你不要一下子就想要非常精進 然後一下就要把自己變成很厲害的那個 我覺得大可不必啦 你可以先求穩定 因為其實程式要的就是穩定 哪怕你只是錯一個地方都不行 OK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如何改寫成所謂的制定函數 你可以分成兩類 一類的話就是沒有回傳值的 另外一類的話就是有回傳值的 特別是有回傳值跟沒有回傳值在哪裡 差別 最大的差別 你可以看到 如果有回傳值的話 他這邊多一個叫Return OK Return的話這意思是說 把那個最後的結果 返還給那個函數本身 所以函數本身呢 會接到一個Return的值 可能是一個文字 也可能是一個數字 如果沒有回傳值的話呢 那就做完之後 什麼事情都不理了 反正就做完就好了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剛剛的程式 改寫成這兩類 一個是沒有回傳值的 這個Function 那其實沒有回傳值的Function 其實有點像VBA裡面的Sub 有沒有 Sub就跑完就不會有回傳值 那有回傳值有點像VBA裡面的Function Function的話會Return 就跟我們Excel裡面的函數一樣 函數就做 你給他幾個他要的參數 他會Return一個結果給你 你就放在儲存格裡面 OK 所以哦 那只是說呢 我們要怎麼樣去制定這個Function 這個也是考試 如果正照考試第五類 其實就考這個 那怎麼做 首先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那其實你會發現 在那個主程式 跟Function 其實主要主程式是處理輸入跟輸出而已 中間的那個 比如包含計算 或包含判斷的話 都是放在函數裡面執行 OK 所以我們要怎麼拆開來 首先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步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剛剛寫的這個程式 這個程式裡面的話輸入在哪裡 輸入在這裡 輸出在哪裡呢 輸出在這裡 跟這裡 有兩個嘛 所以呢 我們主要就是先把 反正我們主程式一定要先留下來 就是輸入這部分 然後把這個輸入部分先Enter一下 Enter兩下 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自定函數一定要寫在程式的上方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呢 如果自定函數它的開頭一定是DEF 空一格 那名稱的話呢 反正它的 Function名稱叫什麼 我這邊好像給的名稱叫Test 我看 我們給Test 接下來的話你給一個Test 刮斧 後面的話呢 就要傳遞什麼呢 參數 你傳一個值給我 那我傳一個Prime給你 好這樣子喔 所以呢我們就建了一個什麼 建了一個Function名稱叫Test 然後呢一個參數名稱叫Prime 然後冒號一下 Enter 裡面的話就是要做什麼事情 請你把 城市裡面的書 就是輸入以外 就第一行以外的 所有城市搬到上面來 那記得把它按一個Tab 因為它在它的下一階 把它放上去之後 其實這邊的話就是我們要做的相關動作 OK 所以呢 如果我將來要呼叫它的話 所以其實等於是什麼 我只需要做什麼呢 這個等於已經建好了一個沒有回傳值的一個Function 那也就是我把剛剛做處理的那些相關動作 全部都把它搬到這個Function的底下 那以後我要怎麼呼叫它呢 我就很簡單 直接在第一行的下方 把它怎麼 直接呼叫它的話 你就直接呼叫 呼叫的話就是直接它的方選名稱 瓜糊的話呢 就要傳遞給它什麼樣的參數 特別注意喔 那我就把什麼了 使用者比如說輸入53 有沒有 輸入之後給它的 這邊就53的變數 那我就輸入53 有沒有 那傳過去的話 就是傳到這邊來 可是特別注意喔 跟各位講一下 下面這邊的prong它是一個變數喔 但是你丟過來上面這個名稱的話 它就是叫所謂的參數喔 雖然名稱一樣喔 可是實際上是不一樣的東西喔 也就是我把53這個變數裡面的值 丟過來 丟過來的話就傳給它喔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是一個參數 OK喔 那當然啦 另外喔 其實你也可以把這個改成不一樣 有沒有 那你想說老師 為什麼你要改 你為什麼要寫一樣 因為如果你 我如果要把它改一個名稱的話 你會把它改成p好了 那我底下這邊通常要改 OK喔 為什麼 因為我這邊全部都要把它改成p啊 因為要改三個啦 有點偷懶喔 OK喔 不過理論上應該是改這樣 反正這樣比較看得清楚 丟過來給它 這個變數丟過來它就變成參數 然後參數會串 OK喔 好 那再來我們來run一下 其實就要執行一下 看一下有沒有不一樣 53 enter 是指數 有沒有 結果一不一樣 一樣嘛對不對喔 然後51 enter 欸不是 所以結果是一樣的 但你想說 那老師你為什麼要改成制定函數 有沒有 因為喔 如果將來呢 假如說喔 你會有很多地方 是需要用到這個 這個地方 就這個地方的程式 也就是其他的地方 可能要呼叫這一段 我只是要判斷是不是指數 那如果我其他的專案 其他的模組 都要用到這部分的話 那其他地方的這個模組 就不用重寫了 只要呼叫test就好了 有沒有 就不用重寫了喔 所以特別重要 如果你那一段程式喔 會經常的被其他地方使用到的話 那你就有必要怎麼樣 把它寫成一個函數 OK 所以這個地方可能要特別注意喔 主要改哪些地方 一 把第一行往下拉 上面呢 加一個DDF 然後呢 給一個Function名稱 傳的參數 第二個把底下的程式拉過來 放在底下 OK喔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如果要呼叫它的話 就是打這個Function的名稱 再傳給它 我們現在主程式接收到的這個東西 這個裡面的話就是一個變數 傳過去這邊叫參數 它就幫你串在這裡面使用 最後的話呢 直接幫你print出去了 那因為呢 我沒有return值 所以喔 這個就是所謂的沒有回傳值 反正呢 我現在只要丟一個 丟一個資料給你 反正你最後幫我做完就好了 你也不用再回報我了 有點像什麼 你們老闆說 你做完你自己去上台報告 反正都是你去就可以了 你也不用告訴我 OK喔 但問題喔 假如說我要把它改寫 所以第二種 我希望把它改寫成有回傳值的 有些老闆說 沒有 你就把你做完的return給我 然後由我來這邊報告就好了 不是你報告 我通通你講 功勞都你的了 OK 應該是 你做好的事情 然後我這邊先過濾一下 我再上去報告 這樣我覺得比較可靠 所以第二種 如果要寫成有回傳值的話 那該怎麼做 哪個地方要變更 第一個喔 print本身 這個地方 我們就不要 不要用從這邊直接print 我們這邊print可能要把它delete掉 然後呢 改成什麼 改成return return OK 再一個return T-U-R-N OK 也就是說呢 return不是直數 那print這個地方一樣 底下一樣 return 也就是說呢 把剛剛的print改成return 那可是問題你接的話喔 這個地方呢就會是不是直數喔 所以喔 回來的話呢 它會變成如果我今天呢 51的話 它會把不是直數這個自串丟到這邊來 但問題來了 它這邊是變成一個自串 可是我自串 我沒有print 我沒辦法輸出啊 所以最後你還要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怎麼樣呢 在這個 function的外面喔 再包一個print 把它刮虎一下 或者是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說你看這邊加一個s s等於這個 有沒有 用s去接 然後再print它 print s 這樣也可以啦 就是把這個是不是直數 可能是直數 也可能不是直數的結果 先丟到一個s的變數 再把這個s變數print出去 OK 我們實行給各位看一下 輸入一個51 51 不是直數嘛 所以它不是直數 它把不是直數這個結果 return到這邊來 然後由s去接 所以s接到就不是直數 再把不是直數的結果print出來 所以enter應該不是直數 OK 那一樣的道理啦 如果是輸入53的話 它會得到4直數 丟回來 丟給s print出來 所以print的結果應該是4直數 OK 當然你想說老師 這個s有點麻煩 有點多餘 所以最後其實甚至可以 你可以把這個結果 你根本不用丟到s啦 你乾脆什麼 直接把它print出來 不就OK了嗎 這樣也可以啦 不過兩種寫法 你會發現 常常都會有人 都有可能看到 那至於哪一種寫法 你比較能接受 你就寫哪一種 你千萬不要 這個太執著 反正這東西其實就是這樣 自己覺得順眼最重要 OK 然後一樣 輸入 這應該都OK 所以喔 重點我們回顧一下 一 一定要把def寫在上面 而且一定要一個function名稱 加一個參數 二的話呢 看你是直接print呢 還是你要return回來 再由主程式去print 這個可能你就是 自己再去做一個變化 那這個return的話 就是有回傳值 有回傳值 你必須接 接到之後呢 看你要怎麼輸出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將來要準備 那個證照考試的話 其實第五類呢 就是在考你 能不能把一般的程式 拽寫 把它改寫成 制定函數 通常是要你有個return值啦 或者是說 沒有return 通常是要return結果 然後呢 再由你的主程式 去把return回來的結果做輸出 OK 大概是這樣 如果你這個def這個部分 可以理解的話 那理論上 如果要考這個第五類 其實也就大概是這樣子 我覺得第五類 也倒沒有很複雜 OK 試試看 那這個概念 其實跟VBA的那個sub 跟function還蠻 sub就是沒有回傳值的 function就是有回傳值的 大體上這樣 如果你這個概念清楚的話 那其實無論哪一種語言 大體上也都類似啦 OK 試一下 把那個制定函數的部分 稍微了解一下 然後 開始